來 留言中介者又來了 今天我們買到了這台新的 PIRIS PHEV 自從設置時間塔 測試之後會漏水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來試試新的 PIRIS的引擎試 是不是也會有 實測下去給大家看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想測試嗎 因為呢 我發現 它的這個雨刷蓋板的設計的樣子 跟Sienta很像 今天我們就把它測試下去 尿尿小童 上 欸欸欸欸 你是不是尿了人家大很大 沒有啊 差不多嗎 一樣啊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四推測 耶 2023年的Prius PHEV 2.0 柏金版 它這兩個嘛 旗艦版跟柏金版 它的柏金版是137.5 跟129.5 它8萬 這一次的馬達的馬力比較大 到了163P 引擎呢 是用URIS的那個引擎 為下半座基準 往下調為151P 兩個重效馬力223P 0到100加速6.7秒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好不好 雙C型的頭燈 雙C型頭然後日行燈嘛 中間有一個應該是這個雷達感測 跟一個小鏡頭在這前面 然後下面也是一個小小的氣霸 黑白配 但我覺得車頭有一個地方很有趣 我那天發現 你看它這其實只有一片 它這一片是後來才上去的 你看 超鬆你看 你看 有沒有一定有開聲的 你看這烤漆很爛喔 你看很像那個模型玩具的邊邊 剛從那個架子上面扭下來 會有一些毛邊 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片很神奇 有點突兀啊 好像後來再加上去的 就是整體感我覺得沒有這麼好 然後來看一下它這次的旅遊 旅圈那旅圈也是一個不得了 195 50 19 195通常是配在15吋旅圈上的寬度 你知道嗎 這麼窄耶 然後做19吋 所以你從這邊看 19吋的視覺效果還不錯 但是你如果認真看它的規格 超窄 要不要乾脆用一個自行車的 自行車就很窄嘛 很大啊 自行車到20幾吋耶 有沒有 看起來視覺效果很好 就跟紙片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它應該我猜測嘛 就是為了節能嘛 因為節能車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可想而知 這個BG的規格 以後 萬一你要再換胎皮的話 應該會滿貴的 反正就有節能嘛 我跟你講 打著節能的名號 可以做很多事情 什麼是鋁軒節能啊 輪胎尺寸BG節能啊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還有什麼節能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啊再來呢 如果你從側面看啊 你會發現這個擋風玻璃真的是滿屌的 就是它整個傾斜的角度 基本上啊 跟從引擎蓋這邊沿路延伸過來 基本上連成一體 整個都是一樣斜你知道嗎 角度完全是做一樣的 其實啊你們可以去觀察很多車的側面 大部分是這樣 這樣會有一個角度 它側面線條已經幾乎是沒有角度了 節能啊 節能 對啊 我沒說什麼 怎樣 你講尿人家喔 我沒說我是很棒啊 降低風阻 對啊所以節能 節能 所以它節能它其實應該要做個隱藏式雨刷 比如說 對不對 手把也都隱藏起來 節能啊 我問你啊 要節能那手把為什麼不像特斯拉做隱藏的 省錢啊 省錢 省錢跟節能衝突的時候 選擇賺錢 然後這個後照鏡呢做一個雙色 那因為它這個很斜的 角度它這個窗戶這邊就變得有一點太多了 這應該不是節能了吧 你不要再鳥了 那就延伸過來看喔 上面有一個鯊魚旗 然後屋頂呢 一樣有做一個線條 會做一個折線做一個造型 已經不完全都是平的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喔 它輪弧的地方已經不做防刮材質 它給你做烤漆的 那就加分 那這個上一集也跟大家分享過了喔 它的開門的門把呢 是在這個上方裡面 內側有做一個按鈕 然後這裡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要多做這個 因為這個是電動的 這個是像後車廂一樣 是電動感應的 並不是機械感應的 所以它怕這個電動感應的如果損壞的話 你至少有一個機械的 可以去強制開 所以它大部分時間是讓你用這個 左邊呢是油箱蓋 右邊是充電蓋 然後後面的輪弧呢 一樣可以設烤漆的 它這邊還有Prius耶 很屌耶 很細心耶 他說有16個地方 有16個地方 彩蛋 我知道了 廖老大廖飲品 逛鬼 那邊有Prius的字樣 來看一下節能的屁股 這屁股很節能吧 我猜屁股這邊應該也會長Prius 屁股應該也會長吧 在出污線那 出污線是什麼 這裡喔 這樣也算 對啊這樣算一個 這塑膠烤漆的 這一次的屁股呢 勉強來說比前幾代好看啦 好不好 因為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覺得長期以來這個 Toyota這個油 不要說Toyota油電 很多油電車都這樣 前面做的很流線 後面突然就切斷 然後就產生一種 要先背不先背 要灑電不灑電的那種感覺 對我來說 它沒有那個整體的延伸性 那這一代呢 我覺得已經比前幾代好多了 戴墨鏡耶 有沒有 還有星星的嘛 還是星星就是戴墨鏡的 沒有 星星的下一個才是戴墨鏡的 所以星星跟戴墨鏡是不同的嘛 對不對 對嘛 所以有戴墨鏡的 也有星星的 反正我對這個車的屁股 我是很感冒啊 而且啊 正後面看啊 你覺得這樣好像 四層相似 Taycon有沒有四層相似 因為你看這一塊是多出來的喔 很奇怪喔 這是一個塑膠片 所以其實 我比較喜歡的是這樣 就跟Taycon的車頭一樣 就是多那兩條 跟它小丑你知道嗎 嘴巴 好像要延伸 眼睛要延伸 然後屁股呢 這裡面一個Toyota 欸這個mark 就不是那種一般的 Toyota的那種mark 然後這邊也都是塑膠的配件 然後後蓋是鋼材 這麼鬆啊 欸怎麼這樣啊 欸我這樣一壓就壓到裡面的鐵 所以我證明它有內鐵 欸不是一尿啊 我真的覺得這台車 應該是要不錯的車子 好不好 外觀就這樣 後面有四個雷達 這邊是充電孔 充電孔呢 它就是跟著中控鎖的 一個就是這個沒加蓋子 我是覺得比較奇怪一點 正常我記得都會加蓋子 你服那種車子 你加蓋子 OK外觀就這樣 看一下內裝 電動椅 然後呢 這次的椅子呢 有做電熱跟通風 所以相當不錯 但是我覺得支撐性不好 而且太軟 大腿的支撐性 背部的支撐性都不是很好 門板的話都是塑膠的 手把的地方有一塊皮 門板上有個飲料杯架 電動窗開關 後視鏡的調整 都在門把上 門板上面呢 還有一個兩組的記憶電動座椅 這邊的按鈕 我們只能看到自動頭燈 跟開啟後加油相關 跟後箱蓋的按鈕 然後呢 家族式的 非旺族儀表板 然後再來這個正方形的方向盤 盤徑我覺得很好 我喜歡小盤徑的方向盤 但是就是中間的這個設計 有一點像這不知道是什麼 多了兩片價格不便 再兩片有帶翅膀 你方形旁邊又帶翅膀 就會讓我覺得這兩塊翅膀是 防止側漏的還是怎樣 儀表7吋 螢幕9吋 然後它實體按鈕有 這個是加熱椅通風椅 兩組 正架負架都有 空調的控制鈕 風向 全部都是實體按鍵 這邊有一個PUS 我又找到一個 好然後這個有一個氣氛燈 從你的出風口 駕駛座的出風口 延伸到副駕駛座的出風口 中間呢有一個資料傳輸的 Type-C 有一個充電的Type-C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的置物盒 藏在底下 兩個杯架 還有這個 我跟你講 好這個我上次講過了 這個 絕對沒有Nono的大 很可愛 它打起來也是滿有趣的 打起來也滿有趣的 習慣一下就OK了 它的Drive Mode 可以選擇Sport Normal跟Eco模式 而且它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One pedal drive 那個有沒有 在選單裡面選 有三段 動力回充 有三段可以選擇 就是依序 一二三增強這樣 不是很直覺啦 你必須要從這個選單裡面去選 中傳是用鋼琴烤漆的 但是這個就是塑膠原色 其實我覺得塑膠的這個原色啊 雖然我們都說是在省錢做的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不難看 它就是平光黑 霧黑色 適時適當的 把它用出來 我不會覺得是不好的 不是說全部都一定要用到 鋁合金 什麼烤漆 什麼都把整個 開麻煩燃料才叫好看 有時候簡約也是一種 美嘛 白鷗風嘛 文青風 簡約風 工業風 工業風 達官就是這樣嘛 沒有錢裝潢 連水管都看得到 就叫工業風 懂嗎 其實那個是沒錢裝潢 那這邊 有做一個 這個也是 這個應該是印刷的 好像爪皮 一個紋路 然後這個是車主 它有墊這個 其實你看 把這個翻開你才發現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設計 對 我把它拿掉好了 那是雙層的 看起來就有設計感了 鋪上去看不出來嘛 這很粗耶 這個材質很特別 這該不會是環保的吧 我懷疑這個有噴環保的塗料 這以後有車主 你們再看看好不好 環保漆會不會掉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摸起來這個有一點環保塗料的感覺 我看一下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還不錯耶 觸碰式的 應該是有一點設計感 它這個我在哪裡看過你知道嗎 BT4S中央置物盒的蓋子 對 半透明 半透明 有沒有 那馬賽克玻璃 好OK 前座就大概是這樣 看一下後座 後座椅子有下陷 它這個椅子有做比較下凹的設計 哇 靠北啊 我頭只會頂在這裡 好 這個後座的話是高度我覺得不是很友善 那距離的話就緊繃剛好 很普通啊 這椅子的皮革 前座好一點 後座 你看到這種皮革啊 面積一座大 廉價感就出來了 有沒有 對吧 有點廉價感 就是車工 就是歪七扭八的啊 有沒有 沒有說背得很近 不知道耶 就感覺青菜伯伯耶 其實背後也是 你看這個椅子的背後 跟正面有差 所以正面的皮革應該比較好 你看它這個交接縫就知道 前面的皮革應該比較好 後面皮革比較便宜 摸起來 我怎麼覺得它真的不一樣 對啊 就是這個是材質的交接啊 這兩個是不一樣材質的 這邊比較便宜啊 這邊比較貴啊 這也是一個省錢的做法 用得到的地方 用好一點就好了 後面椅子蠻硬的喔 它的那個海綿很薄 所以你屁股 我不要用屁股 我用手掌一下去 這樣就硬了 硬的 我會按到一個很硬的東西 非常硬 所以證明說它的海綿是很薄的 你看這邊也是 我按一點點喔 剛按到了 硬的 硬的 不會有那種稍微 這邊海綿很薄啊 這後座我覺得做起來應該會 不會沒那麼舒服 好門板上面的開關 塑膠也是有一點便宜 它這個塑膠跟這個 你看起來就覺得是 料比較便宜一點 真的啊 尤其它這樣顏色搭起來啊 會特別明顯 這個色差 怎麼有點說不上來的連價感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比前一代還要短 深度啊 後車廂就這樣啊 這有什麼後開小鴨台 應該沒有吧 喔對 我想要看一下它A柱的隔音 我覺得它車頭隔音做得不錯 屁股隔音做得不好 車頭的部分啊 可以看到它葉子板這邊 裡面也有做擋板 所以可以抑制一些風些聲 裡面黑黑的一片有沒有 門的下緣接風處這邊 也有做一個擋板 但比較可惜它沒有做 底下這一條的隔音 都沒做 所以我們剛剛覺得 底盤的聲音還蠻大的 那B柱的部分的隔音呢 就只有這中間的一塊 膠條 只有隔到這裡而已 所以底部也沒有 好不好 給大家升級的空間 那後面的部分呢 也是跟一般的很普通的膠條 外圓下面都沒有 好 引擎啦 還沒開引擎 喔好輕喔 引擎 怎樣 沒有結論啦 輕量化 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 車子的結構安全 跟裡面的鋼材出不出 沒有絕對的關係 跟板件厚不厚重不重 沒有絕對的關係 這一點點小嘗試 我們還是知道的 不是說拆下來 怎樣 怎樣 拿一個文公子 哈哈哈 好不好 我們還是這個 不是我們肉眼 肉眼可以判斷的啦 它的那個 材料啊 還有它的設計 它的潰縮 它的係數 我們就以 什麼uncap 有的沒有的 測試為主啦 我們也看不懂啦 說實在 哇不是設計師啊 欸 我看到一個很屌的東西耶 那你來拍這一搓線啊 這好像我以前那玩音響的那種 音響喇叭線 好看起來呢 這個引擎 體積是大的 它是四缸的 對不對 2.0四缸的 欸這有怕勾畫耶 你看好可愛喔 這個勾畫 巨哥打得比較漂亮 那這為什麼會打一坨一坨 哇這塞得很緊耶 其實塞得滿滿的 可能它引擎比較大嘛 其實它車頭滿短的耶 它的空間其實沒有很大 欸有啦 哇這這有一根防撞鋼糧耶 阿嚕米色的耶 有沒有看到 9L 喔 蠻粗的耶 這已經蓋 應該是鋼材嘛 我想要拿洗鐵來吸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鋼材 可能是鋁合金喔 因為真的滿輕的 好 出發測試一下 看看這個車開起來 屌不屌 鋼炮 油電小鋼炮 鋼金板 試車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好看一下喔 其實像我覺得啊 那天沒有很認真的去感受 像我今天我就會覺得說 它這個其實很有壓迫感 因為它的擋部真的很斜耶 好 架子 喔 看得到嗎 光是快而已 這個0到100好像是6點多秒吧 這個底盤我就覺得 比起那個BZ4S的號 整個重心壓低以後 舒服 所以真的喔 車高 我認識車高 我之前講過很多次 其實車子一高啊 你就很難避免那個晃動 風切聲晃動 你都很難抑制 所以車身高 那個休旅車啊 很多人說什麼 比較容易輿營車 那個是確實存在 那個真的很難 所以如果一台車 能夠把車子加高以後 讓你開起來 感覺不像是休旅車 那真的那個底盤廠商很會做車 我記得我上次有這個感覺是 我第一次開到凱宴的時候 開車那台 對 如果我突然之間忘記了這個視線的高度的時候 我如果假設我是眼睛閉著在開這台車 我真的 我會有時候 會誤以為它是一台地利般的轎車 反而馬薩拉利還是修旅車感喔 慢速過一些坑洞 你還會覺得車子晃動會左右 因為車太重 引擎介入了 它這個重效好像是223P吧 現在很流行這樣 把那個引擎做小馬達變大 這應該是今後的趨勢 之前是那個引擎出力比較大 馬達出力比較小 現在呢 慢慢車都改成 馬達出力比引擎還要大 剛剛90公里再加速 雖然那個引擎的聲音辛苦了點 加速我覺得延伸性還不錯 而且它底盤對於坑洞的抑制 處理也做得很好 你如果是上一代的 就偏軟 車比較晃 但這一代 我覺得它的主年應該有比較 Sporty 我可以感覺引擎聲是滿大的 而且 但是我跟你講 它之前喔 比較為人詬病的那個油電車 頭到它之前油電車是那個 當引擎介入的那一刻有沒有 很突兀 這第一個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本來很安靜嘛 忽然一個引擎進來了 但是很突兀以外呢 它的那個震動跟它的隔音跟它的運轉品質 其實真的不好 你覺得輪照聲大聲嗎 我覺得滿大聲的 哪裡來的啊 前面還是後面啊 後面比較大聲 對後面比較大聲 因為它其實引擎隔音做得不錯 OK啦 如果說以我目前開高速公路到現在的感覺 爬坡啊 過彎啊等等的 我覺得會非常符合絕大部分的人使用 而且我覺得有中上的水準 在加速度的方面 200多匹 對一般人來講非常夠用了 前面的引擎呢 它的那個介入的品質順暢度 比起上一代還好很多 然後它的這個引擎的運作的那個細膩度啊 我覺得也比之前的 都來的好非常的多 啊最後還有一個底盤真的 它這個好像是TNGA的二代 可是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TNGA的二代好像 跟一代的修改差異不大 不是那種進步很多的那種二代 它賣137萬是不是 嗯 薄金版的 還有一個是什麼版 旗艦版 旗艦版比較便宜 那差什麼東西啊 好像差盲點 然後17吋鋁圈 還有環景 就這樣 我印象中的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買頂級的啊 但這個鋁圈是真的 這個19吋鋁圈喔 裝在這台車上面 我開起來真的不會覺得有什麼負擔 喔難怪 難怪那個油耗數據 是不是便宜的那個版本比較好 嗯 對不對 我剛剛看到那個油耗數字的時候 有點嚇到 我想說那是什麼單位 怎麼會有100多 結果它把它的NEDC 那個100加進去 NEDC好像是97公里吧 對所以它把那個油耗的97公里加進去 變成平均油耗110幾 我想說這資料錯了 怎麼會有110起車的數字 旗艦版的平均油耗是137km 1PL 然後呢 薄金版是119 所以你看 差一個17吋跟19吋的鋁圈 比乘數差了18公里 這個是 我記得是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什麼案 它有那個通風儀對不對 對啊 喔 空風儀我開到第三段 明顯 肉眼可見很涼 肉眼看不到縫 是屁眼 屁眼 屁眼感覺很涼 真的很涼 可是 開到最大會聽到一個風扇運作的聲音 我先講喔 我喜歡油電車 甚過於電動車 當然自然經濟我還是第一名 汽油車我還是第一名 我還是屬於 還在老屁股的那個階段 但我真的覺得 油電車才是一個 應該要多多發展的一個能源 好我要四三路 等一下再討論油電車 來 爬坡 引擎明顯聲音就大了 然後這個聲音出現就是有一點 CVT的那種感覺的聲音 不過爬坡我是覺得 我開起來體感蠻輕鬆 就是引擎的聲音還是聽得出有一點 濕吼 椅子 沒有 支撐性 我快滑到阿達那邊去了 哈哈哈哈 他椅子完全沒有包覆性 靠北 人家就不是 人家是Pilis講過幾次了 國外是娘炮在開的 我說國外喔 我說國外喔 A柱視線不好喔 剛轉彎的時候眼睛要稍微 不過他這裡雖然有做一塊小窗戶 可是A柱它在接觸儀表板的時候有擴張 A柱它下面這邊有延伸 尤其因為我喜歡坐比較低 所以我椅子都是在最下面的 所以我的坐姿其實是低的 然後我把方向盤調到最低呢 這個視窗我是完整可以看到的 不會切到嗎 不會 下緣很下緣的 就是我也視線到這裡 所以其實全部都看得到 但是就是這一個地方 視角是完全是不好的 所以我會有一個不確定感 是因為它太長了 對啊它很遠 所以真的會擋到 稍微會擋到我 奇怪 我覺得極限不是很高 輪胎太細 有可能 那是什麼BG規格對不對 它輪胎是一個很BG的規格 那雖然19吋 那為了要節能把它做那麼細 視覺上是好看的 但是骨子裡 它還是必須要節能 這個輪胎 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車主 之後又把它換掉 它的輪胎極限很低 很低耶 我沒有很快它已經發出聲音了 明明就19吋的 要換寬一點 這換寬一點就 更好開 BG氣不錯 底盤真的不錯 加速也可以 夠用 但是你說要到小鋼炮等級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算 真的算好用 可以買的車子 你有社交恐懼嗎 社交有啊 你有嗎 還好吧 你有嗎 我怎麼覺得你還好 我有朋友社交恐懼 後來去做什麼行業你知道嗎 大體火花園 白天不用上班 晚上上班的人不會講話 可是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那個 晚上他服飾的人講話怎麼辦 火開大一點 其實這一台 這一台其實好像有我們的VIP客戶有想要買 所以其實在我們今天測試之前 他已經先來看過了 所以之後這個影片上了 如果大家看他沒有上架 可能應該就是已經被老客戶預定走了 那現在因為我們可能電用完了喔 他一直是使用引擎在運作的狀況之下 但其實我真的覺得他 就算用引擎來運作 其實他引擎是當火牆的隔音做的 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所以也不會聽到太多引擎很辛苦的聲音 但是還是感受得出引擎是辛苦的啦 感覺就是用咬著棉被 然後是用枕頭稍微壓住 悶悶的這樣 聲音有點悶悶的這樣 整體來講我覺得這是一台 欸怎麼辦我覺得可以買 我直接這樣講人家會不會覺得我怎樣 也不是 欸不是 我們也不是為了要擺脫 合黑的那個喔 欸不是啦 認真講啦 總評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可以買的車子 就是他在一個 你想要稍微開快一點點 他又可以給你 我覺得是足夠使用的動力 那空間上面 我對空間需求沒那麼大 那空間的部分 可能就是有興趣的朋友 你要自己去乘坐看看 那油耗的部分其實我不是很注重油耗的人 但是用頭腦稍微思考一下 那一定是會比汽油車來的 油耗來的表現來的好 那剩下還有什麼 喔對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在BZ4S我就說過了 依照我的用車習慣 我可能幾乎加不到油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是蠻符合我使用的一個車子 剩下的就自己去判斷啦 那這個因為我們收購的這個價錢呢 也不太能夠當作市場行情 因為畢竟我也沒買過第一次買 所以真的是客人說多少 我們就收多少 那高低市場判斷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老師推車下週見 掰掰 拍完回來才想到會不會漏水 你覺得會嗎 我剛剛研究了一下有機會 有機會是雙水冷系統 是喔 對所以我們 尿尿小鈴 來吧 往旁邊去了啦 往旁邊倒過來 對還有倒過去 有倒過去 OK的 還好嘛 欸還OK啊沒有啊 好再裝一桶水換另外一邊 我們沒有特別尿喔 我們水量就差不多 跟上次西安塔差不多 有喔 這個可以忽略啦 因為引擎蓋會蓋起來 這邊我幫它擋一下好了 這邊可以忽略 只有這個 這邊 有沒有這邊會低而已 其他沒有啊 其他還好 只有這邊會低而已 避震塔上方會低而已 好 實驗證明我們這台沒有耶 因為它這個設計 我覺得跟實驗台有點像 它不同於我們上次看的亞綠石啊 那些系統 它的 護蓋是有延伸到引擎室來的 所以沒肉 本車無配備 雙水冷系統 我們剛剛只有抗後保桿有沒有 嗯 其實這也超軟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所以它塑膠都很軟 你看這個 它這個隔測這麼快的 可以變 這如果遇到一個粗一點的 像NONO那一種的 這會裂開吧 撕裂桑直接變開 幾乎兩個可以壓 黏在一起 可是它彈性不錯 對它彈性不錯 所以這是怎樣你知道嗎 不要硬要人家 它這個是保護行人 就像記憶床墊一樣 當你不小心被頭塔撞到的時候 它會好好的包圍你保護你 就像你的記憶泡棉枕頭一樣 好不好 它會包圍住你 這個應該是為了行人防護吧 是吧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不知道 好